本节目资讯由人乐医疗集团提供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敬喉论坛 今天继续有请我们的顾问医生,邓俊杰医生 欢迎欢迎 各位观众一会儿可以透过网上和我们互动 谢谢大家 今集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说说 手术后的伤口处理和一些之后可能出现的状态 有请特医生 好,今天我们会说 不用你说了,医生 这些东西我们心里线来的人就最清楚了 这位女士,大家一家人 你这么一个人很想人家感情的啦 谁跟你说感情呀 两位请冷静 我们的节目是现场直播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言论举止 我们还是讲回正题啦 手术后的伤口的处理 啊,你们去去吧 都是那些 不要湿水啦 戒口那些啦 最重要呢 收多点关心和爱心 你很搞笑啦 不湿水怎么清洁啦 不清洁的话就是细菌感染啦 细菌感染的话就是发炎发烧啦 会死人的啦 你很凉薄啊你 啊,我都是以事论事而已 衣服都要洗啦 你怎么生口不用洗 是 其实要不需要我洗呢 呃 其实你请他们回来做什么呢 很多人请回来开会 都不知道做什么啦 算啦 不要紧啦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呢 拍摄节目那天 我都很多手术要做 那不如直接给我镜子 让我直接讲吧 其实伤口护理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处理不当 很多时就会出现感染 而引起各种的病发症 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的 所以伤口是要清洗的 但是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洗 是用清水去洗 而是有固定的程序处理的 在医院 护士会用消毒药水 帮病人清洗伤口 再用防水沙布覆盖住伤口 病人要避免用力上厕所 或者大力咳 也不可以拿重东西 以免伤口爆开的 由于伤口上面贴了防水胶布 所以回到家后 基本上都是可以洗澡的 如果需要自行换胶布 就可以用消毒药水 清洁完伤口之后 重新贴上医院提供的防水胶布 好 讲完 你现在可以把镜头给他们两个了 说真的 外科节目和喉交真的没什么关系 监制可以考虑 把我的部分放在最前 否则观众就走了 拜拜 拜拜 CAMMAN 麻烦你给他们两个了 吃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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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论坛节目的事 都没完没了 大家都去看看 等医生的部分就可以了 多谢收看 拜拜 拜拜 大家如果对外科资讯有任何的查询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再见